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颗吊栏的栽种方法 那么养护方法很多话有没有把握好 所以这题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颗属于半层品 那么像这种半层品 我们平时养护的话 只要抓住两步就可以了 第一步就是经常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来兑水给它浇灌 因为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的话 它的根系会长得比较快 而且长得比较粗壮 我们只需要一个月给它浇过两次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步就是经常给它做一下修剪 修剪的话 主要是修剪底下的这些老叶片 不要给它长得过多 因为吊栏它长叶片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而且是比较快的 同时吊栏成熟之后容易长这种花芽出来 那么像这种花芽我们也要给它剪掉 因为花芽它消耗大量的营养 所以不要给它开花 这样的话它成型才快 等到它这个根系长满了整个奶茶杯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奶茶杯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重新换上一个自己喜欢的花盆 把它种出这种状态来就可以成型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